猴手大谷前三场比赛掉了12分 今天看起来是还没有修好 二局下掉到红中的变化球 被Adam Fraser载个正着 这一看就知道留不住了 又爱也两分炮 让主场的精英反超比数取得领先 Frazer的本季第四轰 刚好送给大谷连续四场比赛爱轰 三局上天使队友立刻帮大谷出气 两出局一二雷友人 只有Yushila 三雷恰暴避安打 让二雷上的翔平先跑回追平分 接着一雷的超前分也扑回本壘 精英先发投手Greason Radigues相当懊恼 因为只差一根好球就能安全下桩 正当翔平想着不枉费自己超安带动攻势 大谷下个半局就滑光光 又是湿头的滑切球 Anton Sartender挑战最深远的中外野 结果让Metra正在墙前干瞪眼 本季第六发全雷打 事发两分炮 天使再次一分落后 看看大谷表情多不爽 翔平的棒子就有多暴力 四局上队友已经先用杨春弹帮他追平 这次自己的胜头自己打 80麦的曲球 也可以被他咬成中右外野超大号全雷打 用三分打点的智胜轰 作为本季第九发轰不浪 就虽然是翔平打的 但是大谷跑壘却没有一丝一毫喜悦 看来就算敲出精英球场本季最远轰 也无法取悦自己 翔平五局上换打精英牛棚一样顺手 又外野强劲飞球落地 让他面无表情直奔三壘而去 今天前四打席就收集了 宝宋安打 Treda和三壘打 就完全打击力挺大谷的先发 偏偏大谷不争气 五局下又挨了一发羊春炮 今天用98球投满七局 被敲四支安打就有三支是全雷打 总共失掉五分追平本季最多 有两个保送和五次三阵 虽然收下了本季第五胜 而且是五月首胜 但防御率也从赛前的2.74升到3.23 翔平追求的记录页也在九局上 最后打席已差一个累包结束 敲出单场第四安的他 站上一壘 无缘成为大联盟史上第一位 完全打击的先发投手 但也已经是1964年以来 第一位单场五度上壘的先发投手 先使中场九比五胜出 他勉强小一个